村庄是优美宜居的空间 土地是收获希望的田野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维斯带你去旅行 潮汕大地地域寓出许多古老的村庄 这些村庄有自己的文化 文化传承展示出独特的魅力 今天我要带大家逛的 就是位于龙湖区龙华街道的凤教村 凤教村面积1.53平方公里 东至迎宾路西林新津河 宋元时期已有先民在此搭炉居住 明朝永乐年间 福建莆田人迁徙到此地定居 并逐渐形成村落 古人认为这里属于凤地 地势又比较低 所以称之为凤教 清代末年 村中乡深畅意开挖环村的御代西 并引来了寒江水 便于村民灌溉耕作 也可供周籍运输之用 凤教村四周便值绿蓉翠竹 临阴碧日 风景秀美 至今尚存古荣树十棵 这是位于凤教村临措路边的一棵古荣树 树荫浓密 根系发达 生机勃勃 在几公里外便能望见它 村里人介绍说 这棵树是清道光年间 由村民陈顺来种下的 凤教现有宗词十三座 分属于臣室、林室、料室、黄室、胡室、吴室和张室等七个姓氏 这十三座宗词各具特色 里面有精美的木雕和石雕 有栩栩如生的壁画 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鲜明的地方色彩 这集是中国人可应没有删达网 空加石灵的报纸 这集团是什么? 是空加石灵第一 这集是什么石灵? 是空加当时机票 哦 当时机票 就是空加叫什么东西 阻止 是 凤教陈氏 陈祖祠 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 池内雕梁化洞 石雕 木雕 嵌瓷等工艺 均十分考究 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我当家习来的时候 我当家习来说 我当家习来说 当家习来说 酒雕和白雕 很少精彩 当时刺破白雕 我当家习来说 这些人是检视 自己检查白雕 在参加白雕 从不不白雕 在这里 我当家习来自从不得益 从不得益 从不得益 不得益 很保重 我让自己白雕 是否有鸟和鸟刺 是的 因为是在想愉快 是 你为我喝 好呀 好来不 好 真的就證明了 那 Stallley샨 叫做装飾 自來自敦煮飯 也許煮飯 代價的回饗 湖払立angan 也是因為 Yan Hour 以前教唐過 他們做的発餡 他們是成零 所謂的 听到你口识时等着有三个人 放教村吴氏 祖上是官宦之家 是朝周八贤之一 吴富古的后裔 吴氏万祖祠 于清嘉庆二十一年建成 这座宗祠的大门 也称为三山门 在过去 来访的人必须达到 一定的关阶级别 才能走中间的大门 吴氏万祖祠 建成至今 已经有两百余年了 祠堂气势辉红 仍然保存完好 这座宗祠有特色的厨 就是出座 出座啊 出座啊 就是台湾 这座宗祠有什么 这座宗祠是 昂祖 在北北大黄昼的城堂 来做的 这座宗祠上有的白湾 有的 这是天花湾 吸一口 在吴氏万祖祠 我们还看到了刻在碑际上的瓷龟 苍天之树必有其根 世间之人必有其祖 慎中追远是潮汕人的优良传统 来到凤教村参观这些古祠堂 既可以欣赏其建筑装饰艺术 还可以听到许多有趣的典故和传说 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 这座古村的历史积淀和风俗人情 年轻人可能不太清楚 但是老一辈的潮汕人都知道 凤教村是远近闻名的潮聚之乡 一百多年来 潮聚在这里深根发芽 代代传承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 喜爱潮聚的凤教村富商陈宝峰 先后办起中正顺香班 三正顺香班等潮聚系班 当时三正顺香班就设在这座堂房祠堂内 今年九十二岁的陈棉昌老人 是陈宝峰的孙子 回忆起当年村里唱戏交戏的盛况 他仍然记忆犹新 这几个月就会听到自己 希望你能到潮汐呢 大概到十十块了 十十块了就已经 我来到家里了 你来到家里了 我来到家里了 我来到家里了 来到家里了 来到家里了多少年 我来到家里了 12岁就不来 就来两岁坡道 那桶梨 唱歌 三正顺香班 后来并入广东潮聚院 而潮聚则在凤教村 深深地扎下了根 1953年 凤教村创办成立了业余潮聚团 聚团的五十名成员 都是本村村民 他们利用空闲时间 排演了很多剧目 陈克亮老师 当时就在剧团担任导演 我去招 明天才的意思 明天才 就像一堆 就像一堆 那边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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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账没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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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账 Celsius 我现在要是大谁 海账 为何 decided 我允设 我带 我天才 不存在 但若游 它 像王國賴 這樣 阿德斯要記得 怎麼真的開 日本的馬蟻不太大 對 鯊鯉在哪裡都很小 鯊鯉還是很小 這不太大 我來留下的感覺 鳳教村業於朝劇團 扎根相間 堅持演出 豐富當地人的文化生活 帶給村民很多快樂 現在 很多上個年紀的村民 還特別懷念那段歲月 1966年加入劇團的林兆新老人 當時是負責揚情伴奏的 當時是負責揚情伴奏的 您科 我去出口的時候 去他 你出口時 開始 都拿著做到去出口 對 那麼辛苦 辛苦了 那時候 都能夠成熟 那麼 不少成熟 那麼 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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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劇團 解散了 但林兆新老師 對朝劇的熱愛 卻從未消退 2013年 他就自愁設備 場地 在閒暇的時候 邀請本村的一些老朋友 大家聚在一起 閒暇的時候 唱唱朝劇 練練朝曲 其樂融融 現在每當有空 鳳教村的朝劇票友便歡聚一堂 一曲會友 切磋技藝 吹拉彈唱 好不熱鬧 喜歡朝劇的朋友 來鳳教遊玩 說不定還能碰上票友聚會呢 潮劇同樣對鳳教村的年輕一代 帶來影響 從事設計工作的90後青年陳少嘉 就經常通過互聯網來學習和傳播朝劇 平常就是通過的照片 每拍 包括導演 包括電視 IPTV 平台來聊天 來學習聊天 就很明顯利用 三餐 雖無四年名 聚有三風 自燈自家 明有荒 明有荒 在這麼濃厚的氛圍中 鳳教村的孩子們也是從小就喜歡上朝劇 蛅 wondering 偶然 嗨 驅 求婚 又召喚 放手 都是 斷 这个是什么呀 凤教村现有1300多户 6000余人 近些年 村两委带领全村干部群众 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 文化事业 有效推动了乡村 文明建设的进程 村荣村茂 焕然一新 现在 落下通 桌下通 抽嘴狗变成河嘴狗 也好 将来帮我修 舍我回头 回头 我现在从日本 不得我保抢 六五是敌人 这些要事 这些要事 担心 东西 值兵力费 莫哉主要 应该发展浪漆的 生产 有 照苗 正式 炒饭 正式 离灯 正式 在三二四国道西侧,沿着新津河北岸前行,就可以看到凤教古渡口。 我现在就在有着150多年历史的凤教村渡口,大家看在我的右手边有个小岛,小岛上面就是凤教村的耕地,那这个渡口主要就是用于百度凤教村的村民到岛上去耕作的。 最近渡口周边已经整势一心,最出名的就是我身边的这条网红路,大家看这条网红路上已经画上了大大小小不一的粉红色爱心桃,很多人都是为了这条路来这里合影留念。 而网红路旁边的口袋公园,每到晚上总是有人在这里唱歌唱曲。 新津河潺潺的河水见证了凤教村日新月异的发展,老西乡新凤教,愿凤教村的明天更美好。 维斯带你去旅行,走进乡村看小康。 感谢您收看由汕头融媒集团和中国电信汕头分公司联合推出的系列文旅篇《你好乡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